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2、3 1、2、3 其實我們整個戲裡面 希望透過三場大的動作 刺激的畫面 然後跟我們的戲味夾襲上 因為很多時候都要很顧及到 那個劇本是怎樣 我們將每一場的動作 我們將重點放在哪裡 第一場我們是希望室內 警察和匪徒有很清楚的原因 他們進去做到什麼 那就是彭依然出場 最主要的呈現了一個 不會再發生的實體交易 警方又有涉及 三方人一起怎樣去 複雜之餘 但又不會說很混亂 哪些人打著哪些人 他希望我那個狀態 是穩穩的又行的 因為我也拍過動作片 所以這些都知道 我穩這個意思就是 你能否觸摸一支槍 只是溫固自身 第二場就是我們在沙灘 我得罪的人有人來報仇 而看看在我身邊的人 怎樣去保護我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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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那個概念是怎樣 大家都很清楚 但是最令我最重要的是天氣 其實範圍都大 但是每一晚拍攝的時候 都是下雨的 我們只能夠等雨停的時候再拍攝 那些草地變了泥漿 因為每一腳踩進去都是深了一半尺 然後一把腳踩進去 那些演員就很辛苦 其實這不是我第一次有肚子 那個肚子很重 整個過程當中 我都是要抱著我的裙子 也要抱著我的肚子 每天收工之後 我取下肚子 就發現我裏面的衣服 肚子全部都是濕的 差那麼多力氣 對齊一個結尾 那樣景都要襯托到 找了很久才找到一個 其實那裡真的是一個廢鐵廠 就是他們切割出來的廢鐵 其實都是風利無比 是一個會令到大家很容易受傷的地方 但是給我的質感就很好看 是一種很破爛的美 所以在一個這樣的場景裡拍戲的時候 你就會很自然有那種緊張感 因為那裡有很多塞 不過很感謝公司 每一天都要噴很多殺蟲水 那些廢鐵今天是這樣的 明天就沒有了 所以在連戲那裡 我和導演也有很多想法給大家 我們的主景 拍了一個星期 都可以這樣完整放在這裡 有些是我們搭的 不可能連戲那些 我們盡快可以拍了它 因為那一場都拍了十天 追趕跑調風加起來又有槍擊 家樂師傅都說他不希望出來太神勇 那十天裡我怎樣保護兒子 都一直很沉鬱 或者很緊張和驚恐 沒有太大的受傷 都很幸運 這部戲讓我覺得最難的就是很熱 每一個地方 當我們拍攝動作的時候 都不停地流汗 我們真的用了我們的體能 用了我們的汗水去完成